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就觉得在家里面就像个小媳妇一样的 她对我家人的冷漠 花前五度 太富贵 多人多次 从来就是把脾气 然后就一拳就打过来 我做的不是冷冷气 我是要做从小数 因为我是要做小 我是要做大 怎么能够忍受你的另一半一天 到来对人去做我的生活 我叫谢元尚 谢元尚 今年29岁 是天性七人民法院新晋的原儿法官 谢元尚她是一个开朗的女孩子 你可以发现她是有反差的 她坐在庭上 肯定是用她的专业来办案 谢元尚法官呢 她在这个同事面前非常乖巧 但是呢 她在当事人面前是非常有运言的 哎 我现在我有想好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法官 这是一个合同纠纷的案子 被告是原告公司的一名主播 在合同旅行的过程中 双方对于合同的旅行 可能存在一些争议 被告认为原告已经让她停播了 所以她就签约了别的公司 而原告认为呢 被告没有权利 私自签约别的公司 所以要求被告赔偿违约金 因为这个红利的爆发太突然了 让我们周围的每个人都 当时都没有预计到 就是今年以来啊 航洲互联网 包括这个其他地方 受理的这个祖国和机构的纠纷呀 应该在一半间里走 我进这个行业之前 我也没太出来过 我也不懂 就是合同一拿给我就签掉了 而且还强制要求我 每个月播多少天 播多少个小时 我第一次休息是直接进急诊 那个时候忙的时候睡觉 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长期 我以前的皮肤状态 我刚入门 我都是这个样子 我可以给你看 我们也不希望通过诉讼 把大家关系搞得这么僵 但是以事以至此 全停起立 现在请审判员入庭 坐下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二庭 今天开庭审理 原告 湖南 发展有限公司 诉被告 尼博 合同纠纷一案 现在开庭 下面由原告 宣读你的起诉状 2019年10月起 尼博以各种借口 不服从公司安排 并擅自更改 直播账号的密码 2020年5月 公司得知尼博 已在其他平台直播 尼博的行为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严重损害原告利益 依照合同约定 判令被告解除合同 并承担合同约定的 违约金540万元 下面由被告答辩 2019年12月14日 原告新法定代表人 万木子熙 与答辩人就重新签订 新的经济合同进行商谈 但双方未能谈妥 万木子熙当场 直接要求被告停播 故答辩人认为 系原告过错所致 答辩人无需承担 任何违约责任 下面由原告矩阵 第一项证据就是 湖南XXX化发展有限公司 和尼博签订的 经济合同 合同中也约定了 相关的第五 第二就是尼博的 微任务直播的 汇总和佣金 第三就是账号 解绑短信通知 第四就是 兰州互联网公证处 做的一个公证书 第五就是 微信的聊天记录 就是证明尼博 违反经济合同 不服从公司的工作安排 首先是这个 天气合同 是原告单方面不合理的要求 停播并 撤走所有的运营资源 是原告违约在先 原告单方面要求被告停播后 被告为正常开播 个人承担整个运营团队 工资及设备 这个时候公司也仍然参与了一个分配 他们收了50% 对 既然是一个公司用意的行为 你个人负担成本 然后公司再收走你50% 你为什么会继续这样做呢 因为公司让我停播 我不工作我就没有收入了呀 但是这个时候 你跟原告还没有解绑啊 那你为什么就去 开始直播了呢 没有收入了 我父母都没有工作 我外公刚好昨天晚上去世 现在时间一直都是 就是住院生病 就是家庭伤害挺重的 都是我自己承担的 说实话我是赌初中我就出来 我没博 就是没赌了 是因为从小我就被家暴 我爸爸许久赌博 我刚出来的收入都是给我爸爸还债的 之前我外公的住院的费用 以及我外公外婆的生活费 以及我爸爸的生活费 我姐姐还是单亲妈妈 我家里的支出全是我给的 所以当时我买的万一出来 我整个人都是崩溃的 外公昨天去世的 我等会儿就要回去扶扫 然后 但是我想提醒审判长注意一点 就是 从那个尼泊的人格表现 你也能看到 他进来的时候呢 也是刚开始和你装的 嗓子是哑的 嗓子不太好 后期的发问过程 你也听到了 是自证相缘的 我的嗓子是需要开身 这个事情和本案无关 我只是希望提醒审判长注意 这些跟本案没有关系了 一个人的人格表现 和他在法庭上所做的 程序是关联系的 然后是账号结绑短信通知 这个我知道 我们这边申请 后台解约是这样子的 我在后台申请 必须要就是对方 同意我才能结绑 但是他没有同意的情况下 后台15个工作日 对方公司就是不去理会的话 那我们视为自动结绑 公司当时对他的结绑行为 没有做任何处理的原因 就是让你去 放任你去违约 以便固定证据 证明被告违约 原告 你的微任务会总在哪里 你的证据名称里面有两个 但是你现在交给我们的表 上面只有一个 这个需要停后和当事核实一下 因为今天还有一些证据 双方都要停后去补充 等你们的证据补充完了以后 再安排开庭 我们既然花一百万元 把他们买下来 双方肯定还是对未来 有良好的预期的嘛 我记得我最高峰的时候 卖过一个一百万 收入的话大概是在 十万十几万这样子 现在到了他们公司之后的 月收入就刚刚有看到了 一两万两三万 就是大幅度的跌 他的经济势力肯定在我们之上 他们的收入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 每个月在他身上发的 占近三十万了 他就不拨 就是没有契约精神了 这家公司当时是弥博的前男友 麦克里干的 我们现在又比如说 由他俩合体伙来把公司卖给他 然后他再去领约这样的情况 当时让我停过之后 但我都发过任何一个信息 然后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聊过 所以就没有什么好聊的 因为上一次庭审过程中 有一些事实和证据 需要双方进行补充的 然后就相关的事实问题 进行法庭调查 原被告确认一下 被告直播期间的收入 他每个月相当于 他到手是一万五千七百一十三元 我们不认 他还有那种专场费这些 在外部收的 还有我们后台的 后台的是什么 也是微任务 但事实上 无一任务这个并不是经常有 没有 每天都可以有的 你们有证据能表示 我跟你们合作期间 你们天天给我接微任务了吗 你不要啊 是这样的 师班长 他这个是按月结算的 这个月你播了你就有 如果你没播肯定就没有 问一下原告 2019年12月14日 你在当天是否有要求 宜博暂时停止直播 等待公司安排 因为太久了 我也不会记得清楚了 被告是什么时候 签位新公司的 具体时间 10月份 原告可以确认吗 他签位新公司确认 确认 就是他认为每家公司呢 都没有用益能力 然后就总是换公司 有证据吗 不是换是肯定是换了嘛 有证据吗 他在我公司在帮他运营的时候 各种挑剔 并不是说我挑剔 大家也能看得到 从2019年4月份 一直到2020年的7月份 做主播收入的一个走势 其实足以证明公司的 运营能力不足了吧 并不是我一个人走下坡路 法庭辩论结束 下面进行最后陈述 原告要求被告 按照合同中约定的 违约金条款 判令被告承担 违约金540万元 被告 原告的诉求违约金 也明显过高 且无事实依据 故恳请法庭 拨回原告的不同请求 双方是否愿意调解 不调解 因双方不同意调解 本庭不再组织调解 双方当事人确认 李陆无后签字 休庭 他去开播 都差不多两辆车跟着去 我助理还给他买 什么咖啡 一下子变明星了 他可能就这样子 所以给他分配点工作 他又觉得挺受不了的 他在法庭上面 觉得就是自己的工作很厉害 但是所有事实 本身来的 真的就大胆地看得出去了 现在恢复开庭 判决如下 全体起立 一 原告湖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与被告尼博 2019年3月1日签订的经济合同 于2021年2月7日解除 二 被告尼博 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向原告湖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支付违约金10万元 驳回原告湖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 下面必停 在尼博这个案件中 从查明的事实来看 应付高额违约金的条件并未成就 所以我们从解除合同的原因 双方对合同解除的过错 原告对主播孵化实际投入 以及被告实际创造的收益 等等这些方面 酌情支持了10万元的违约金 在挑主播的话 肯定要挑一些 就是稍微思想方面 各方面稍微成熟一点的 然后有一些企业精神的 他知道这么做是违约 怎么做是对自己好的 相看我自己觉得 这个事情终于到一段过了 在后面的话 肯定就是在做的 所以事情上面会更加谨慎 对于枕笼这件事情 你们怎么看呢 想要大枕 大枕 小换头 还算挺 总用完了 我已经消毒了 我什么时候总用的消毒 生物学的品性需要 比刚才自己也是去修进 对这个行为表示不值 是自然美它是真的美 我觉得适当的 威者和一美都是可以的 危险性比较高的手术 因为我是医生我就不太介意 我觉得现在你们看的太多了 出视率太多了 如果一旦失败的话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终身的一面相 我叫彭欣 现在在天兴区法院的 综合审判庭工作 今年工作已经是进入 第11个年头了 这个案件呢 其实这是非常简单 一个患者为了想要一个更好的形象 到了美容医院去求医 经过这个手术之后呢 因为医疗过错 受到了损害 是一个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原告的数据 原告的诉求比较高 大概整数的话是70多万到80万之间 现在请诸审法官入庭全体起立 全体坐下 长沙市天兴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原告 诉被告 无难医疗美容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在开庭 请原告进行半评陈述 医院为原告实施乳房再造术 甲铁浓乳术出现了红肿 肾液 皮肤壞死等损害结果 我们认定被告方构成了气炸 原告自行选择的乳房下垂矫正术 方式为甲铁植入 手术过程顺利 乳房位置正常 形态满意 达到了手术目的 现在疤痕非常大 而且形态并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目的 从交错的资料来看 甲铁现在没有看到任何合法的经过渠道 持住的这个甲铁 外包装上 唯一的一条这个条形码 我们会在术前把它拆开 然后把这个条形码贴在病例上 以让原告确认 我做手术前的时候 我在手术室门口碰到那个来送货的人了 他告诉我这是来送货的 但是并不是从他们医院里出来的 是从外面一个人提出一个塑料袋 提了几个甲铁进来的 那你那个三联卡是在哪里看的 在手术台上 给我看了一下那个三联卡让我签字 但是后面就没有再给我了 在患者被麻醉的情况下 如果医方是不守规矩的 他把你换了你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原告的很多猜测 就是把被告按这种黑作坊来去猜测 这个是根本不存在的一种状况 我们绝对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操作 现在当庭陈述结束 首先由原告进行举证 证据一是没有意见的 但走出的费用是9万元 而支付的10万元是办会员充值的费用 证据二证明原告在被告一处 遭受的损害结果 也在相产不好做的治疗情况 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义 但不能够作为责任认定的依据 工资收入凭证 就是证明了原告的工作收入情况 按照证据材料的情况来看 这个原告没有发生务工的损失 请问原告 你们所组装的务工费 请你陈述一下你们计算的标准 依据是什么 这个说实话我忘了 这个还忘记了 所有中央期间的时间我都是预支的 我的那个病假是修到了5月份 4月份我是用了我的工修假 所以我近3年的工修是没有了的 你就是说是 这个月的工资你就会少一些 对 少了多少 少了6000多 被告 原告在5月份被扣了6000元左右 工资的这个情况有没有意义 就是这个我们不知情 我没有办法说我同意 我在这里讲一下 原告很老实 他没有讲因为这个手术 工资没有发话 他讲得很实诚 所以我们也说了表示信任 但是最好原告还是提交一下 5月份的流水 好 报告这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司法鉴定的意见 存在错误 我愿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好 请 鉴定人出庭 接受询问 请问一下 曲医生 选调一号 各种胸部的手入您实施过多少例 我也实施过 不代表我不能判断因为我咨询了相关的捐家 你这个逻辑也不成立 法官审理杀人案件 那法官杀个人吗 他就不能审理杀人案件了 关于名称告知方面 是否对原告的这个损害 有直接的这个影响 可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我是问的是 他的这个皮肤坏死 有因果关系 有间接的关联性 是有一点点影响还是有 不是可能 但是对于损害的这个皮肤坏死 是没有直接影响的 等一下 我这个耳朵比较尖 他刚刚讲了 他说是间接关联 下一个问题 鉴定人在鉴定意见当中认定 不能够排除皮肤坏死 与手术操作有关 有具体的依据没有 到这皮肤坏死的原因 与手术操作有关系 但是你这个手术进入的不详细 那就不排除 我问您 您的依据是什么 你比如说 颠倒的话 你的电流是坑的那个什么范围 这些内容没有相应的记录 我就没办法排除 它是否不符合规则 就是要求记录详细 还有我要补充一点 从手术谈话开始 它其实告诉我的意思 就是乳房载造术 我的签的手术同意书 也是乳房载造术 这个是我 从事之后我才知道 这个属于四类手术了 人才对我进行了一个误导 据我们了解 在这都是属于四级项目 不算来讲 不然是没有医院可以做的 这个手术的主导医生 我们在职业医生信息系统上面查不到 只要是做不了假的 至于原告为什么在网上查不到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下一个问题 患者术后出现双侧皮肤可疑缺血后 要求办理出院 请问医院有没有权利 要求患者不能出院 在去院之前 你已经发现 有皮肤坏齿的迹象 即使他自己要求去院 我认为你的应该留意观察 原告他也是从事医务工作的 具备相应的这个专业知识和能力 原告你是在哪里工作 虽然我是从事这个行业 但是我并没有接触到这种类似的病例 再一个他告诉我把网管是可以出院的 而且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医生去辨别 并不是护士的工作 好 被告这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没有问题了 原告你现在自己身体感觉怎么样 厕的时候 半生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痛 我首先就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了 本来一开始做手术的时候 都是不想让何人知道的 再一个就是 社交关系不满好了 因为那个波浪太大了 导致 现在基本上到离婚的边缘了 经常吵架 因为这个事情 因为我还是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 就去做了这个手术的 现在法庭辩证证节 请问双方是否同意在本院的组织下进行调解 原告 同意尝试调解 背告 同意调解 好 现在 别停 这个背对背协调 你是这样子的 你拿一个合理的方案出来 它这个手术的费用 如果说你手术以后 出现了瘟疫情 我没办法把夹地取出来了 那我就手术给我退给你 但是如果你不取夹地 效果还大 那我们手术费用不能退给它 我也想了解一下 应该也就是现在可能夫妻之间产生了一点分歧吧 以后应该也会好了 他知道这个事情到现在就非常的不好 这个混合 知道还能够做 这个宅 大部分都是我的负担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经济压力就成功太大了 好 我会考虑相关的情况的 你们自己计算一个合理的数字出来 如果行的话就调 不行的话我这边就依法判决 原告的诉求 大概整数的话是70多万到80万之间 被告这边不能够接受 所以我觉得他们双方的分歧过大 调节的可能性很小 准备这次宣判 长安市天心区 人民法院现在继续开庭 综合考虑鉴定机构的专业鉴定意见及相关事实 确认被告 美人医院应承担90%的民事责任 根据鉴定机构 原因力大小的一个鉴定 医院在整个诊断过程中间存在医疗过错 为这个主要原因 全体持利 判决如下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胜达之日起 15日内 向北院递交上述状 宣判完毕 现在必停 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问题要给你做解释 关于后续治疗费的问题 因为没有实际产生 就是在这里法院没有进行处理的 关于这个疤痕治疗 肯定会有后续治疗费的产生 但是呢 现在还不到治疗疤痕的时间 如果有实际发生的 原格可以再来进行主张 我尊重每个女性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认为呢 不能够过于地去诱导 选择过多 或者并不适合她自身体制 医美项目 已经迷恨了 小孩复养权暂时在她那里 就是我城市不住的时候 都是我朋友在我旁边 就觉得怕我一个人想不开 每天下来班就过来陪我 可能熬过那一段时间就好了 你自己心里就能够想明白了 再上个恢复好了 只是疤痕比较大 现在的工作影响不是很大 而且现在女生 还是得要靠自己吧 你再怎么样 结了婚姻好 没结婚姻好 或者怎么样 你还是得要有一份 自己的经济来源 你能够要养得活自己 那就足够了呀 下一个是一个离婚案件 男方起诉女方 因为女方出轨造成的 男方我有这个大量的证据 这出轨了半年我才发现 那你到底是爱她的 还是喜欢的 我也跟不及 你们到底聊过几次 你能告诉我 我好评价一下好不好 真的不知道 你跟她有几次 我就可以分析吧 到底是你是 是全身新的出轨 还是是一时空虚寂寞 请审判员入庭 全体起立 好 请坐 长适天气人民法院 明示审判一庭 今天依法公开审理 原告 宿被告 离婚纽纷一案 现在开庭 下面进行法律调查 首先有原告 陈述 诉证请求 以及实施理由 原告与被告双方 于2011年10月30日 在天津区民政局 登记结婚 2018年10月 到2019年5月期间 原告发现被告 经常利用QQ和微信的 聊天工具 与多米男性爱美聊天 10件事情发生后被告人物 回归家庭的意思 还与一队消息男子发生婚外情 原告已经不再对指导婚姻保有任何希望 请求判例原被告 下面有被告进行答辩 书法官是这样子的 我们双方在庭前已经达成了突破的调解意向 所以我们现在请求在法院的主持下来进行调解 原告是否同意 是否同意 监狱双方都已经达成庭外协议 下面进行休庭调解 休庭 被告方先出去一下 我要了解一下这个原告方的真实想法 好的 因为我们是考虑到你们这个婚姻关系蛮长 这个小孩又小 所以呢我们作为法院呢 也是希望能和好就和好啊 所以我要了解你们的真实想法 我坚持要离婚 什么时候发现他有出轨的情况呢 1900年 出轨多次还是一次啊 据他承认只有一次 但是我最起码发现两人 多人多次还是 多人多次 被发现出轨以后 他有没有这个试图挽救这个婚姻呢 感觉不到 你那些前任你跟他们现在有聊天是为什么呢 还聊少聊得很爱没 哎 我觉得好玩呗 那你就是承认你自己是个花心大的萝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是什么才这样子啊 反正我就这样聊了一下 其实出轨只是一方面的 一方面是因为他对我的家人的冷漠 因为在16年的时候我母亲得到一个严重的病相当于血癌 在此期间女方见了没有一次去赔付 第一个是出轨 第二个是对你父母不孝顺 对 还有就是花钱无度 那么这三个理由里面啊 就是哪个占的比重大一些啊 还是富贵 还是贴了新药离婚 对 那么这个小孩呢 小孩服养全最好归我 你的经济能力怎么样 完全有能力照顾小孩 敷衍小孩子成长的 那他的经济能力怎么样呢 只有微博的经济收入 而且是从19年开始才参加工作 好 那你们先出去吧 刚刚这个原告罗列了三条理由啊 第一个是出轨 第二个是你对他父母不好 第三个是花钱太厉害了 可能主要是第一点是吧 应该是的 确实这个事情我是做的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怎么说 他就这么事情的累积累积起来 然后就可能自己一下子 他冲动了没想到 然后就爆发了 就觉得这么多年没有得到过一个尊重 他就可以让你说手就走 让你滚 从来就是活在一种恐惧中 他喝了酒 我就要从早上一直担心到晚上 因为只要一喝了酒一早回来 就绝对会发脾气 就是问女儿 只有一岁多的时候 那个时候感冒 喂药喂不进去 就说要他帮一下忙 然后还抱着我女儿在那里 他就选我啰嗦 然后就一拳就打过来 然后我整个脑袋就 反正我就觉得 在家里面就像个小媳妇一样的 他百分之百的大男子之一 我开始到他们家里去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就是以后 妈妈说的永远是对的 你是对的也是错的 你是错的也是错的 其实我这么多年 没有跟他妈妈发生过什么冲突 他对我的父母指着我爸爸鼻子骂 他还要拿着刀砍我妈 他们家人就我们家人 就是一个不尊重 就永远就是我们家人 在那里捧着他 我看到你们婚礼也有十年了 小孩了也只有六岁多 对吧 其实现在是 如果就是说女方 愿意再继续下去 其实男方也不会 因为男方现在在外面是 对 男方是已经有了一个 是身边所有的朋友都知道 他们已经很光明正大了 就是2020年的 他们应该是六七月份开始的 然后他还带着那个女的一起去到水上乐园 有照片 然后各种抖音视频 这种照片我都看了 就是说这个婚姻在婚内 是不允许出轨的 你这个对婚姻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保持这个对婚姻的忠诚度 还是要认识到这个 对婚姻不忠的这个严重厚恶性 独姻的婚姻呢 反正强硬都挂不田 法院也是支持的 那么关于这个小孩抚养问题 你们是轮流抚养 还是一个人抚养 轮流 那把这个原告叫进来吧 那么刚刚我通过背对背的了解到 其实双方对这个婚姻 各自有各自的看法 她说感受不到这个原告的爱 而且你在生活当中 把她当成小媳妇 所以她才会出轨 就是你这到底有没有 这个大男子主义啊 有一点 你有没有打过她呢 打过有动手有两次 因为她跟我妈妈发生真识 那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法国你也会打吧 他有没有打你妈妈 或者你妈妈有没有打你 没有 那你凭什么打她 因为她跟我说你打我 她跟我说你打我 打人是永远不对的 说你这边还是有一定的过错的 在婚当中 她不可能就是一个人的错 错到底 对不对 双方都疼于离婚的话 那就出一个调节笔路板 然后小孩问题 我们这边还是按照最开始的那个调节 就是说双方人都护养 但是教育生活就是南方的意见为主 不要累小孩子 你看我就很惨 你看我那伙爸妈离婚 我爸妈累了中午 大年初一早上五点钟 我爸就来接我 然后我叫我爸妹吃一顿饭 中午又得回去 就每年都是这样 现在时候我已经成年很累你知道吗 不要累小孩子 所以说这个是以身说法 确确实是离婚的 对小孩还是有影响的 第一个就是双原告与被告离婚 第二个是小孩 有这个原被告 轮流抚养 现在双方如果待会签成字 就离婚了 那么反正从今天以后 你们的恩怨就是一律飘散 不要去指责对方了 或者怎么样 你们成不了家人 成不了恋人 也要成为朋友 毕竟这个小孩 永远是你们的小孩 对吧 好 双方请自 在处理离婚案件的时候 我们作为法官的话 当我们认识到 双方确实没有感情了 没有和好的可能性了 那就好就好散 这也是对今后更好的感情 更好的婚姻的一种追求 性别是我们每个人的出厂设置 有人觉得是特权 我记得我最高峰的时候 卖过一个一百万 有人觉得被限制 就是这么多年 反正我就觉得在家里面 就像个小媳妇一样的 更多时候 我们接受了外界 对性别的定义 忘记从自己的内心 去寻找答案 现代女子的生活 是甜是辣 从她们的选择开始 我的原则就是 希望他们很多负责法人 多少钱 我的白酒 每个月就放到 面包13年 下个月就要搞头 走来要提几千几万的赔偿 我钱还是干嘛 起码医疗费 最少在肚子上 事不想要 最多了 解决不了 你觉得这两个好 多个钱不要 走来来 你一下年来 咱们也咬一口 大家 Ethan 然后 是 因为 我 我 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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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